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以六时有余 何所富恨 但以亲兄弟为念儿 免之免之 不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为贤为德 能服于人 辱父得伯 不足孝也 如以丞相从事 视之如父 当看到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 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是迄今为止刘备知名度最高的一句话 从遗言看 他对自己的寿命还是挺满意的 人家活五十岁就心满意足 他活了六十岁 已经是谢天谢地 临终前最放不下的还是他的三个儿子 尤其是接班人刘善 此时的蜀汉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 一陵之战的惨败使刘备统一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 蜀国的实力被严重削弱 不是魏国无国的对手 南中地区蠢蠢欲动 随时都有叛乱的可能 真是内忧外患 存亡之秋 可未来的皇帝刘善 年仅十七岁 没有丰富的执政经验 社会阅历让他坐在成都的龙椅上 有多么煎熬 可想而知 所以最后一句话告诫儿子 要把诸葛丞相当父亲一样看待 只有靠他 你才能坐稳皇位 才能逐渐成熟 事实证明 蜀汉君臣遵守了刘备的遗言 死后的十年里 正是吴俊熙 贤绝欲亮 二 建安二十五年 吴业伴绝小不佳 至明日隐州汉出 福当归汤 吴在军中持法事业 至于小愤怒 大过失 不当校业 天下尚未安定 未得尊谷也 吴有头病 自生住则 吴死之后 吃大福如存食物依 百官当临殿中者 食无举音 葬必变除福 七将兵屯数者 皆不得离屯部 有思各律乃值 连饮食福 藏于夜之西港上 与西门暴寺相近 无藏金玉珍宝 吴必谢与寄人皆勤苦 赤注铜雀台 善待之 与台堂上安六尺床 食杖 昭布尚浦之数 月代十五之日 自朝至五 折向帐中作祭乐 如等十时登铜雀台 网无西陵木田 余香可分于朱夫人不命计 朱舍中无所为 可学作祖旅蔓延 武力官所得寿 皆住藏中 武于依求 可别为一藏 不能者 兄弟可共分之 建安二十五年 同雀台 夜之西港 这些熟悉的字眼告诉我们 魏武帝曹操是一年的作者 你还别说 曹操对后世的安排相当细致 上到国家军队 下到家庭 个人都有明确的交代 他死之后军队要保持警戒 不能善离职守 给孙权刘备可趁之机 百官要各司其职 不能懈怠 葬礼结束后 马上换掉丧服 不要因为他的离去 耽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在家庭方面 妥善安置大小老婆 他们搁了魏王那么多年 都不容易 别把人家给撵走了 如果有不能自食其力的 学学针线活什么的 医双们要按时祭祀王夫 在童雀台上眺望夜城西港的高陵 曹操留下的衣服 儿子们可以分一分 下葬时要谨遵伯葬的衣柱 不能穿豪华兽衣 也不能埋藏金银珠宝 曹操自己就是个盗墓狂徒 为了军饷 生前盗墓无数 良孝王墓就是代表作之一 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墓葬也被后人挖掘 博葬就是防止盗墓的手段之一 纵观整段遗言 既有天下大业 又有儿女情长 交代了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是研究曹操本人和东汉末年历史的重要资料 三 军卫于前话一言 丽绍子军行周公之事 汉武帝临死前曾经让霍光看一幅画 主题是周公辅佐成王 西周初年 武王激发新周灭咒 去世时接班人周成王只有十几岁 年龄过小 难堪大任 周武王就委托周公为顾命大臣 帮助乳秀未干的后继之军 等到成王年龄大了 足以胜任国军的工作 周公又把权力还给了成王 汉武帝让霍光看周公辅成王的画作 自然是借骨欲金 同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在他的朝代 后来霍光又去问汉武帝对于后世的安排 武帝有些惊讶 说出了这句话 你难道没有看懂那幅画的意思 立最小的那个儿子为皇帝 民效仿周公 万万没想到霍光不仅辅佐了汉昭帝刘芙灵 还辅佐了废帝刘鹤 宣帝刘巡 总共三位皇帝 汉昭帝虽然很聪明 可惜英年早逝 还没有顾命大臣寿命长久 霍家炙手可热 将昌义王立了又废 对皇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汉宣帝开始不动声色 等霍光死后 总算把霍家人给办了 四 天子死自有法 何德加以锋刃 去治酒来 瞅看这句话好像是某位王国之君说的 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 怎么能用锋利的刀刃 快把毒酒取来 是哪个王国之君抢的呢 肯定不是刘备的宝贝儿子刘善 他宁愿乐不思蜀 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生命 答案是隋扬帝 大业十四年 隋朝的统治已经病入膏肓 心灰意冷的杨广带领皇后等人放弃洛阳 长安 好到江都纵情声色 麻痹自己 终于手下发动了叛乱 准备把隋扬帝干掉 对于这样的结果 杨广其实是早有心理准备的 他常常照着镜子对萧皇后说 这么好的头颅 以后谁来砍掉他呢 既有自恋耍帅的成分 也有对前途命运的堪忧 为此他要求服侍自己的美女们随身携带毒药 那天政变爆发了 美女先服用 杨广在紧随其后 你是皇帝的女人 皇帝死了 你当然也得殉葬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美女根本不愿意为王国之君殉葬 当乱军把刀架在杨广的脖子上时 美女们都跑光了 一包毒药都没有找到 把杨广给气的 关键时刻不给力呀 如果用刀捅死自己 多么痛苦 多么难堪 于是说了这句话 让乱兵给他找多久 可对方不同意 死都要死了 哪这么多要求 最后杨广把身上的炼金解开 交给乱军将领 活活累死了 五 我故以此贼 恨不扫杀之 如伯逆如此 天地岂荣辱乎 一个开国皇帝临终前 说出这番话 谁能想到嘞 这个皇帝就是梁太祖朱温 李陶王朝的绝目人 他怒斥的贼 就是他的儿子朱友归 朱温晚年多次和李存旭交手 深知他的厉害 再想想自己的那个亲生儿子 个个儿不成器 实在是无语 他曾多次吐槽 第一次说生子当如李存旭 自己的儿子和他比 就像猪一样 第二次说李存旭太牛了 我的儿子都是垃圾 完了 没有葬身之地了 就算死了 人家也可以把你挖出来鞭尸 虽然朱温对儿子们不抱希望 对儿媳妇却很感兴趣 常常把他们召入宫廷市 谁表现得好 就理谁的老公为太子 朱温的儿子们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纷纷要求夫人们好好表现 以后的荣华富贵 就靠你们了 朱温快死的时候 打算立养子朱友文为太子 亲儿子朱友贵知道后 很不开心 他也想当皇帝啊 于是决定 弑君篡位 当时朱温正躺在床上 听到有动静 就问是谁在造反 朱友贵跑了过来说 不是别人 正是我 于是朱温就喊出了绝望的遗言 这是人干的事 连你老爸都敢杀 老天爷肯定饶不了你 朱友贵也是铁了心 大喊一句 老贼万段 手下一刀过去 刺穿朱温的背部 把开国皇帝给弄死了 杀人无数的梁成族 最后就是这样的下 六 朕梁德秒功 上甘天旧 燃结诸臣雾震 朕死无面目建宗族 自去冠冕 以发富额 任贼分裂 无伤百姓一人 崇祯十七年 李自成的闯军攻入北京城 朱温简走投无路 跑到紫禁城北面的眉山 自杀殉国 临终前说下了这番话 第一句说明朝灭亡是自己没有德性 未能尽天子的本分 大臣们尔虞我诈 党争频繁 同样难辞其咎 他有今天的下场 是自己作出来的 也是大臣们影响的 第二句 说他没有脸面去见死去的列祖列宗 所以把冠冕都出去 用头发盖脸 这样祖宗们就认不出是他了 这句话说的也没错 王朝覆灭 身为一把手 要负领导责任 第三句话说 不要伤害百姓 你们侮辱朕的尸体可以 但不要滥杀无辜 其实崇祯一言还有别的版本 大同小异 有的版本说不要杀老百姓 但要杀贪官污吏 有的提及清军多次入关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但崇祯束手无策 未能阻止 把这一条也视为他的过错 其修短有定期 此生有名术 圣人达礼 古无所逃 朕生长君律 勤劳邦国 艰难贤祖 十倍长之 定天下之傲臣 成城中之大业 而焦劳成吉米流不抽 今念亲贤 可负后世 皇帝尽天王中瑞哲 神兽英旗 自列王藩 豫章厚德 兽女神器 实为掌军 可于匡前及皇帝位 丧至一日一月 皇帝三日听证 十三日小祥 二十七日大祥 诸道节度 观察防御团炼士 煞士 支州等并不能折离任父阙 文哀之日 所在军府三日出临市府 供于并委寺军处分 更在将相协力 中外同心 供府乃军 勇光批构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认为 宋太宗继位是没有遗诏的 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 在宋大赵令集 宋慧要集稿中 明确收录了宋太祖遗诏的全文 一千多年以来 宋太祖的死因 扑朔迷离 为后人留下了 逐阴辅生的千古之谜 而宋太祖遗诏 有利于研究这个问题 这段文字有可能是赵匡胤本人说的 也有可能是赵光义 或者他的臣子妮写的 依照第一句 说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生老病死 自然规律 没有任何人可以摆脱 第二句是对赵匡胤人生的一个总结 太祖起于航武 曾是后洲的统军大将 后来陈侨兵变黄袍加身 又指挥军队消灭了南方的割据势力 出生入死 萧一干十 实在是创业艰难 最终积劳成疾 钥匙仿效 第三句介绍接班人 说赵光义非常优秀 国赖掌军 第四句是对丧氏的具体安排 以后对后继之君的殷切希望 当年宋太祖就是在宣读了这份遗诏后 坐上了汴凉城的龙翼八 河东之事 一以为清 这句临终遗言 是哪位皇帝 对哪位名将说的呢 我们下期揭晓 那里有关的 现在我们下期揭晓的 但是你下期揭晓的 船团的 我们下期揭晓的